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Moto7 我是芽芽 今天我們要試乘的就是 Kawasaki的Ninja 400 各位可以感受到 我的語調中帶有多少程度的興奮嗎 因為呢 在目前黃牌集聚中 我擁有過的車輛是YAMAHA R3 KTM的DUKE 390 390 ADV RC390 還有試乘過HONDA的CBR500R 唯獨就是少了Ninja 400 今天我終於有機會可以跟他相處一整天了 我超興奮 再跟各位分享我的試乘心得且老樣子 我們還是先來帶大家介紹一下這個Ninja 400 我們就先從外觀看起吧 從正面來講 你看就知道這是Kawasaki的設計 因為非常的速殺 營造出一種侵略的風格 從鼻子頂端這邊 V字形往後延伸 然後我有留意到 為了整體的造型是比較緊湊的 它搭配的是沒有那麼長的風鏡 以及在後照鏡的地方 其實如果你認真看 會發現它跟這個V是有相呼應的 因為這個V往上延伸來 它這個後照鏡為了設計的更有立體感 所以也是有層次的 各位有留意到嗎 那接著我們往下看 頭燈的部分呢它是搭配LED的方向燈 下面有一個定風翼造型的外殼設計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車輛的側邊 第一眼我會留意到這邊 它是設計一個裸空的造型 它這樣子可以達到兩種效果 第一個就是可以幫助引擎的散熱 降低它的引擎運轉時產生的溫度 第二個呢就是一個增加視覺上的層次 還有一個設計的感覺 好接下來呢還有個地方我覺得是有點小可惜的 因為它的方向燈雖然是整合在車口裡面的那間方向燈 但是它是入宿燈泡有點小可惜 但沒關係 我們接著看喔 再來外觀的地方呢 因為我們這次騎乘到的車輛配色是KRT配色 KRT配色大家知道 Kawasaki就是運用大面積的黑色還有綠色 那像這個版本2021年式的Rinja 400 它有多了一個白色的彩繪 如果只有這三個元素好像有點太單調了 所以它這次多加了一個紅色的線條 喔我超喜歡這個 因為會覺得說它在視覺上有一個花龍點睛的效果 這個線條呢又一般往後延伸一直到車尾 所以整體呢貫穿整台車這樣子的設計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的 最後呢我們來看到車輛的屁屁 我們來看一下尾燈 哇我個人覺得這組尾燈的辨識路也超級高 因為各位觀眾忍者的武器是什麼 手裡劍 沒錯 它的尾燈呢就是用一個手裡劍的造型 所以你在遠遠的看到這台車的屁股 你就知道我們這台車是冷四百 很好人 OK 下面呢是延伸出來的牌架 快速的帶各位看完外觀之後呢 要來和各位聊配備啦 首先冷四百呢它的引擎形式 搭配的是水冷四行程並列雙缸引擎 總排氣量是399cc 最大馬力在一萬轉的時候來到45匹 最大扭力在8000轉的時候來到38扭度米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前懸吊 它的懸吊形式採用的是41mm的震力式前下 這個部分待會再跟各位分享我的心得 然後卡鉗呢是採用單向雙活塞卡鉗 搭配的是310mm的浮斷式碟盤 接著來看一下後面 後避震呢它採用的是中置單槍多靈感避震器 而且是有五段預載可以調整 後方的製造呢是採用單向單活塞 搭配220mm的固定式碟盤 還有再來看一下其他的配備 我們先來看它的儀表 它的儀表呢是採用多功能式的儀表板 中間是指針式的儀表板顯示的是轉速 旁邊呢是搭配液晶螢幕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有哪些資訊呢 首先呢中間這一圈裡面還有特別顯示的檔位 為了就是讓新手可以更快更直覺性的知道說自己到底在哪一檔 好下面呢顯示的是時間 右手邊的液晶儀表板最上面是總里程 好可以切換頁面 下一頁就是小里程啦 往下看一格這裡顯示的是時速 最下面顯示的是比如說你的平均油耗啦 或是其他的里程資訊等等的 另外在液晶儀表的左方呢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呢是顯示你的油量狀態 下面呢是顯示水溫 好啦快速看完儀表之後 跟大家分享他的座高 座高是785mm 全車重量是168公斤 好啦這邊介紹完忍400的基本資訊之後 要來跟大家聊聊我的騎乘心得囉 各位我已經跟忍400相處完一天的時間了 我非常滿意 我明白為什麼這麼多人會推薦新手入坑的第一台檔車就是忍400 因為它真的很好騎 它真的很舒服呢 讓我為各位細細的道來哦 首先呢在我剛簽到忍400的當下 因為我是騎RC390去跟台騎換車 然後我一騎上它 我一跨上它 我當下就哇了一下 業務還問我說你的哇什麼 因為我踩得到地板了 它的座高才785mm 我可以雙腳平踏 來各位看一下 我的雙腳是非常踏實的接觸在地面上的 所以為什麼新手會有安全感就是因為座高夠清明 再來我是經過中和市區這樣走走停停 然後到烏來這邊去坐試駕 那因為你知道市區就是有非常多的紅綠燈啊 或是一些奇怪的人類啊 就會跑出來阻礙你這樣 所以就要必須停走停走 這時候它有配備華麗 華麗就是新手的好幫手啊 因為你不用花那麼多的力氣再換檔 各位你知道嗎 如果你今天騎乘一台大車在沒有華麗的輔助下 你拉離合器會拉到心很累 拉到手很酸那種無助那種無奈感啊 但是呢只要有這個華麗 喔那可以減少你換檔時手部的傷害 我非常喜歡 最主要呢華麗還有兩個功用啦 第一個就是減少你在換檔操作時對引擎的傷害 第二個是可以增加你的安全性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有可能新手因為不熟悉操架 所以你一個換檔操作失敗 結果車子蹲下刀壓到你讓你受傷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為什麼說華麗對新手來講會這麼重要 就是這個原因 接下來呢我經過市區這樣走走停停 帶著非常愉悅非常愜意的心情 往山上騎乘 各位忍400的引擎特性 它在低轉的時候 我覺得是偏溫和的 所以新手不需要很害怕說 欸我簽了一台檔車 就算我沒有很熟悉 會不會很狂暴 這台車會不會我駕馭不住 不會相信我沒有這種困擾 因為它的低轉是很溫和的 很循序漸進的 但你補下油門的當下呢 不會給你太狂暴的動力 那接下來它的輸出 就當扭力現在8000轉的時候爆發嘛 我個人覺得它在7000到9000轉這一段區間呢 它的加速是比較飽和的 所以在這之前 它的加速都是算比較溫和形態的 各位新手們不用擔心 接下來上山之後呢 它的油箱設計也是很符合你的腳 比如說它做動作的時候啊 你的身體會比較外傾 這個都是很符合你在夾油箱的姿勢 所以油箱呢是可以幫助你固定的 如果你真的覺得有一點擔心 有一點疑慮怕自己滑掉的話 貼個油箱貼 基本上就很OK了 因為它的造型就是很讓你有辦法去夾持它 然後在山路的動態表現 我覺得比較小可惜的一點 就是它的前叉表現是偏軟的 所以在過連續彎道的時候 它的前叉反應會比較慢一點點 因為這樣子的設定 雖然在市區會比較舒服 但是在山路上 你在做動作連續操架的時候 會覺得車身 它的反應可能不是想像中的那麼靈敏 這個部分會建議新手們 之後可以去做一個加強去做一個改裝 但是車身整體的靈活度是沒有話說 因為它才168公斤 這邊給各位做一個數據上的參考 在黃牌的雙鋼急鋸裡面呢 R分的重量是171公斤 然後CPR-500R的重量是193公斤 人400是168公斤 所以它的輕盈 它的靈活沒有話說 對新手來講呢 就可以帶給這種心靈上的安定感 接下來原廠配給你的制動呢 我個人認為是非常剛好的 不會太綿也不會太粒 它可以帶給你剛剛好的殺停效果 所以呢 除非說你是要做一個比較進階的操架 不然我覺得 依照原廠配給你的這個制動 是足夠你在市區啦 或是山區做微熱血迷你熱血的啦 接下來還有一個部分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它的騎乘姿勢 它的固定座呢 是在三角台的上方 而且還有多延伸出來一節 所以整個靶的位置呢 是非常高非常舒適的狀態 你不會需要一直這樣彎腰 它不會給你太趴的設定 所以整個騎乘下來 我剛騎了大概四個小時左右 我覺得很舒服耶 都沒有那種腰痠背痛的感覺 同時呢 就不得不提到它的腳踏的位置啦 它的腳踏位置也是舒適取向 因為各位看一下 如果說今天是設計的比較戰鬥的腳踏位置 應該是會往後 但是如果考量到你要長途騎乘的話 自然是讓你維持一個像在坐沙發的這種姿勢 會讓你比較舒服 所以它的腳踏位置呢 是設計的比較前面一點點的 所以呢就騎乘知識而言 它是一個偏舒適的設定喔 好 最後呢我們來幫今天的試駕做一個總結 忍400呢 是一台適合在市區騎乘 還有山路騎乘的車輛 因為它的重量輕 座高又低 又有配 新手友善的配備 所以說今天在動態表現的部分 我覺得它是非常適合新手的 在動力的部分呢 它的設定也是很適合新手的 不會過於狂暴 但是同時也給你該有的動力 狂牌的好處就是 跟四缸啊 或是大車保養成本相較之下 算是比較省的 然後碎金省 然後你的輪胎省 你的消耗品等等的 都會比較節省的情況下 你的養護成本 你的保養成本自然就會比較低 所以在新手而言 不會是一個太大的門檻 車輛的定價呢 是28,8萬 對於新手而言 也不會是一個非常高的門檻 也不會超過你非常多的預算 所以綜合以上這些 我個人認為 忍400除了非常適合新手之外呢 也很適合對於大車疲憊了 你想要換個口味來一點 比較輕鬆休閒騎乘的車輛 那忍400也很適合你 好啦以上是雅雅 今天試乘忍者400的心得影片 我個人非常的滿意啦 以上影片分享給各位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並打開小鈴鐺 我小雅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